傍晚一場大雨過後 山化區關華路又淹水了 水淹到腳踝高度 一旁地勢比較低洼 門口又沒有墊高的住戶 水就淹了進去 大雨下的時間不長 轉小雨之後 也不見積水消退 排水溝靜悄悄 沒有動靜 居民嚴重懷疑 這排水溝形同虛設 因為光是這一個月 就淹了四次 而在台南觀田區杜巴里 三塊錯的巷道 也發生淹水情況 井林的台一線 馬路上積水嚴重 已經快要爬過階梯 進入住家 但這淹水可不是因為下雨 而是一旁正在施工的 而是一旁正在施工的自癌水管線位移 導致大量的自癌水流出 造成井林三戶住家淹水 农天也是汪洋一片 剛插下去的央苗全部滅底 自癌水公司緊急出動怪手 開挖搶修 居民抱怨 水公司在台一線上 進行的增文禁水場 擴建工程 今年已經連續兩次爆管 質疑施工品質大有問題 另外在隆崎區 市道182 東往西29公里處 當土牆整片垮下來 擋在道路上 十分驚悚 影響車輛通行 警方貨爆之後 已經在現場拉起警戒線 也呼籲民眾 經過這個路段時 要特別留意 民視新聞林居民陳志平 台南市報道